《龙竹超》,白发极易玩败,悟空果然前菜 《龙竹超》73话漫画照常更新,在正式汉画版漫画发布之前,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详细情报内容来了解该画情节,从一支情报信息来看 本画可以说是悟空的区别回,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白发自在及义工形态全都被格兰诺拉掉打,下面小蛮就来和大家聊聊《龙竹超》73话的内容 格兰诺拉的分身 成为第七宇宙最强的格兰诺拉在《龙竹超》73话中使用了一个新技能,那就是分身 事实上,此前一直与悟空战斗的格兰诺拉是他的分身 这种分身能力似乎有些类似天津犯的四身之拳,分身的强度和实力都不会比本体差太多 因此即使悟空开启了自在及义工白发形态,也没能察觉到对手是分身这件事 而从战斗表现上来讲,白发自在及义工是强过格兰诺拉分身的 白发自在及义工状态下的悟空不仅逆转战局战局上风,还将格兰诺拉的眼罩打掉 然而,作为观射地基宇宙最强战士,格兰诺拉自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对付的对手 前文说过 悟空所压制的格兰诺拉只是分身 在分身被悟空解决后,格兰诺拉的本体正式出击 在锁定了悟空弱点后将其一击秒杀,自此悟空终于彻彻底底的当了一回钱菜 而白发自在及义工的时毛质也因此大打折扣 看到这里或许很多读者觉得格兰诺拉使用分身的战斗方式略显卑鄙 但事实上即使没有分身,格兰诺拉的实力也在悟空之上 他之所以使用分身,是因为想要保存体力从而对付未来的敌人弗利萨 毕竟在格兰诺拉眼中弗利萨的威胁要胜过赛亚人 另外从情报信息上来看,格兰诺拉的分身技能也是需要耗费体力的 因此根本不存在作弊或者卑鄙一说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衬托格兰诺拉的强大 本化给白发吉异强行设定了一个弱点,随着变身时间的持续 自在吉异弓的精度将会降低,并持续暴露出破绽 显然,白发自在吉异弓并不是完美自在吉异弓 真正的完美版本是以维斯为首的常态自在 悟空的修行之路还很久远 白发和超级赛亚人戏变身一样,都是必定被淘汰的形态 贝吉塔出战 过去一直作为钱财存在的贝吉塔在本化结尾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表现机会 在悟空代替他成为钱财的情况下 贝吉塔接下来的表现恐怕是龙珠超连载至今最好的一次 毕竟在悟空战斗的时候贝吉塔就已经调查清楚了格兰诺拉的身份 学成破坏技能的他也需要一次展现实力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格兰诺拉越拥有破坏这一技能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很可能是一场互相破坏的战斗 关于龙珠超漫画73话的内容小蛮就聊到这了 具体情节还要以正式版漫画为准 不过大体内容应该不会有偏差 总之,期待龙珠超漫画后续内容的发展 感谢各位的阅读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